来关心天气 今天受到了偏东风到东南风的影响 各地的温度普遍都有更明显的回升 而回温的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现在太平洋高压势力存在 预计今天北部的高温就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 那么西半部地区的高温更可来到32度 东半部大约是29度 不过到了清晨夜晚 仍旧是受到了辐射冷却的影响 温度又会下滑 温差有机会达到10度或者以上 好 还是提醒早出晚归要留意一下这个温差 我们来看一下那降雨情况如何 水气量很少和昨天蛮类似的 各地都是稳定的天气形态 只有在台东地区 恒春半岛 还有午后山区有非常零星的短暂震雨 好 再来要关心的是空气品质现在变得蛮糟糕了 看到亮起了红灯 由于呢 因为现在东北季风减弱 而且风场是转吹偏东风 因此看到了整个被封测地区的空气品质全面转差 北部云江南高屏达到了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程度之外 竹苗中张头地区呢 甚至是达到了对所有族群都不健康的程度 亮起了最高警示的红灯 预估呢 要到这个星期六 因为这个东北季风吹拂下来 整体的空气品质情况才会有一些好转出现 好 未来几天 总是来说刚才说到这个东北季风啊 预估在星期五的下半天 由于封面通过北台湾 伴随着东北季风增强 星期五的下半天开始 北部东半部又会转为阴雨湿凉的天气 而且这次封面的水气量会稍微多一些 通过之后还有华南水气接着东营 因此北部的降雨几率明显地提高 再配合着北方冷空气阶续南下 温度再来还会阶段式的下滑 好 期间的高低温大约只落在了18到24度之间 而这样湿湿冷冷的天气形态 一路地持续到下个星期二 好 这波变天算是延续的比较长一段时间 大家务必都要有一些保暖的准备 指的是这个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来说 则是要在星期日之后才会有一些降温的感受 下周一 二中南部的高温 大约降在这个29到30度以内 加上华南云系通过影响呢 中南部云量也会稍微增加 但是整体的影响程度都没有北部地区来得多 到了下个星期三 整体的冷空气减弱 风向转为偏东风 各地又会普遍的回暖 好 小丁你还是要提醒 西半部的空气品质很差 那么北东从明天开始 准备迎来阶段式的降温 接下来就带你关心 今天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